姜濤的數據排名成績 今天是2023年5月11日 今天帶來是Spotify的頭五位香港點擊率最高的歌 頭五位香港最高點擊率的歌 姜濤佔了四首 它當中的點擊率不是佔80%那麼少 它是佔了97.03% 準確一點告訴大家 所以告訴大家 Spotify這個成績表正正就是反映到姜濤近來的氣勢那麼強勁 以及當中她一首新上榜的歌 而這首新上榜的歌 來勢洶洶無人能及 就憑這首新上榜的歌 令到姜濤在今次Spotify的點擊率達到97% 佔據全香港頭五位最高點擊率的四首歌 我們現在講一講 首先講一講我五首歌是什麼 第一位沒有刺旁的天使姜濤 第二位追姜濤 第三位風雨不改姜濤 第四位DMFan姜濤 第五位是Money的新版Anson Lo 頭五首歌頭四位都是姜濤 五首歌之中有四首都是姜濤 這個成績表相當之亮麗 大家為何自從超級頒獎禮之後 那麼多風風雨雨之後 依然那麼多人支持姜濤呢 在Spotify這個成績表為何會這麼強勁呢 我跟大家逐一分析一下 我們開始分析我的歌之前 我都講講一個大體的數目 姜濤在今次Spotify的點擊率裡面 五首歌佔了四首歌 這五首歌就接超過三千六百零五萬的點擊率 一頭五位的歌 總共是點擊量達到三千七百幾萬 基本上姜濤佔了97.03% 即100個人 入到Spotify裡面有接近97個人 都是為姜濤而來的 厲害 這樣基本上每一天 姜濤的點擊率都在上升 頭五首歌 《沒有刺旁的天使》是進駐第一位的 第一位這首歌基本上上到11天 其中除了頭幾天之外 其餘佔了四天 都是排行第一位的 包括今次的report的累積點擊 基本上我現在在Spotify 我的累積點擊是達到四十六萬七千五百三十三 有很多人說 咦 這樣Youtube就好像比較厲害 Youtube超過百萬的點擊率 其實是沒錯的 但大家要記住 Spotify是一個串流平台 它是沒有畫面的 只有歌聽 方便大家出街 帶著藍牙耳通或有線耳通 聽歌 但它最主要的目標是為了大家聽歌 而且大家眾所周知 Spotify基本上是非常支持姜濤 就憑上一年 Spotify所公佈的成績 在姜濤的身上都得到 屢獲殊榮的Spotify 她的點擊量在每一個 Spotify的項目之中 都成績非常優異 所以我們現在基本上 補這個中段成績表 基本上都看到姜濤非常之厲害 而姜濤今次沒有翅膀的天使 基本上雖然是新上榜了11天 但基本上那個點擊率 每一天都有上升 如果說回平均每一天 姜濤的點擊率來說 沒有翅膀的天使 平均每一天是達到42,503人聽的 非常之亮麗這個成績 基本上沒有翅膀的天使 就沒得說了 一定是近排最Hit的一首歌 而這一首歌 亦都是正正姜濤作為 麥當勞叔叔慈善之家的慈善大師 為他而唱出來 或者重新編曲 和重新拍MV 而這個MV亦都告訴大家 姜濤是充滿了愛心 在裏面去飾演一個玩具修理師 他幫了一些小朋友去修理一些爛了的玩具 從而可以重新再玩 裏面的寓意 我在之前的影片都會跟大家說到 而這個沒有翅膀的天使 亦都成為大家追捧的一首歌 縱使他在Spotify有46萬多 上榜都11天而已 非常之厲害 其實如果說麥當勞裏面 他就非常支持姜濤 我都要再次藉著這個機會和大家說 記得買麥當勞的巨毛霸餐和麥當勞的烤雞巨毛霸餐 因為你買這兩個餐 麥當勞就會捐一元給麥當勞叔慈善之家 有很多人之前就DM Golden仔 就說麥當勞叔慈善之家和麥當勞的餐廳是不分 其實是兩樣東西 他們兩條數目 即是那兩條的財政是獨立處理的 麥當勞叔叔慈善之家又還麥當勞叔慈善之家 麥當勞餐廳你平時買餐的地方 即是買姜濤卡那些地方 即是MIRROR卡那時候 就另外一條數目 但是基本上麥當勞有很多活動 買餐的福利 全部有一些捐款都會牽涉捐給麥當勞叔慈善之家 非常之好 所以姜濤今次作為麥當勞叔慈善之家的慈善大使 以及在之前做麥當勞的代言人 一條龍服務 加上之前也都在他的IG上說回他很多年前 做麥當勞的職員那時候 從一個叫網上 從一個低級的員工做起 到現在一個代言人 一個麥當勞的代言人 一個麥當勞叔叔慈善之家的慈善大使 這是一個奇蹟 以及告訴大家年輕人 只要你肯努力 一定是有出頭的一則之家 所以剛剛這首新歌 直著他沒有切黃的天使 直著他剛剛出 加上很多的人去聽 最近一連串的活動 包括上一陣子 姜濤作為慈善大使去馬場 作為慈善行籌款的開報禮嘉賓 實在是非常威風 麥當勞叔叔籌到很多善款 亦都幫一些病患的兒童 和他的家人得到很大量的支持 所以說一個人這樣善行善舉 他用他的能力 用他的知名度 不是說只是賺錢 而且他用他的心 用他的善心去幫助有需要的人 而麥當勞叔叔之家 亦都做到這件事 而我們亦都很方便可以支持到他 不用我們要特意去籌款 不用特意去捐錢 我們就這樣現在 你在地香港的姜濤 就這樣下去麥當勞叔叔那裏 不麥當勞那裏 買個巨無霸餐 或者直接捐款 通過他的手機APP 已經OK了 所以真的很多人 我不知道麥當勞叔叔 其實麥當勞叔叔之家出了一條數目 究竟他現在那個 因為姜濤做了這個代言人 有多少人去 因為這樣捐款給麥當勞叔叔之家 可能這條數目還未出 但我告訴他肯定 肯定是厲害的了 肯定是厲害的了 所以我們要繼續支持 不單止買這個麥當勞 不單止捐款給慈濤叔叔 還要在Spotify 繼續聽《沒有刺旁的天使》 在我的chat list裏 又多了一首歌 所以非常之厲害 大家繼續繼續去聽 所以基本上麥當勞叔叔這個宣傳歌 《沒有刺旁的天使》 基本上是非常之好 非常之多人聽 中注第一位 無可置疑的了 除此之外也要報報 雖然他在今次的報告 Spotify是排第一位 一個點擊率的人次 但是他在姜濤裏面的成績表 姜濤現在total是有24首歌 他現在就是排名第15首歌 《沒有刺旁的天使》 成績都非常之好 因為一個新上榜來說 基本上排到這樣的位置都有交代 我覺得 所以大家繼續努力支持 然後第二首排名最高的歌 就是這個追 他現在上榜54日 其中45日都是排名第一位 相當之厲害 他現在總點擊率已經超過260多萬 平均每一天有48,351人看 非常之厲害 他其實已經連續有了 不是連續 是當中涉及了45天排行第一 然後姜濤這首歌 就被自己打敗了 不過沒所謂的 自己突破 比別人突破你更好 對不對 自己審判有刺旁的天使 排行第一 剛剛就追過了 追了這樣 不過這個沒問題的 因為最重要是自己突破自己 不是被別人突破 你看看別人的排名 歌曲都在下跌 但是姜濤就反而上升 所以就足以證明姜濤的實力去到哪 而追這首歌 顧名思義 是一直在追趕自己的成績 這件事不用說了 追一直保持著這麼多人聽 基本上就跟他自己本身的歌 他是張國榮那首歌 還有他一出的時候 經歷過牽連一連串的風暴潮 什麼叫風暴潮呢 大家聽高登仔這條頻道 一直聽都知道發生什麼事了 但是當中我們一定要記住留意 香港的傳統傳媒 究竟對姜濤是採取什麼態度 上當日姜濤翻唱哥哥追的時候 大家其實內心都有一個憂慮 究竟憂慮什麼呢 就是憂慮他 好像上當日Anson Lo翻唱哥哥的偷情一樣 上當日Anson Lo翻唱哥哥的偷情 結果大來什麼影響 結果大來的影響就是 很多人因為Anson Lo翻唱偷情 唱得不好 唱得甚至是侮辱了哥哥的金曲 偷情 以至到當時所有的Haters 好像海嘯式一樣攻擊Anson Lo 雖然他是攻擊Anson Lo 但是我自己作為高登仔 我告訴你 我是不同意這些Haters的做法 縱使他攻擊任何一個人 我都不同意 是不是 枉密論他攻擊姜濤 所以在這個層面上 我們是非常之擔心 我們在擔心究竟 究竟姜濤真的翻唱哥哥的歌的時候 會出現什麼現象 或者有什麼Haters會攻擊呢 我們一直都很擔心這件事 所以乃至到最後公佈了 因為我們知道 除了Anson Lo之外 還有姜濤會翻唱哥哥的金曲 然後他就宣佈了 姜濤會翻唱哥哥的追 那時候我們很開心 終於等到姜濤翻唱哥哥的追 可以聽了 可以聽了 但是我們另一方面就非常之擔心 究竟他翻唱追的時候 會不會又是受到一連串Haters的攻擊呢 但是這件事我們其實早已有心理準備 想當日他在刺冊樂壇 剛剛腳枪初遇出來表演給大家看 這個刺冊頒獎典禮 是不是 翻唱這個 不是翻唱 唱這個鏡中鏡 但是他這麼努力去表演 他這麼用他的身體意緣去表達這個鏡中鏡的意思 鏡中鏡的一路以來給大家的一些感覺 他想提出他心目中的一些想法 但是Haters毫無情面 毫無流情地去攻擊姜濤 攻擊姜濤 說他們根本不明白姜濤 想透過這個舞台表演 趕出鏡中鏡的中心思想 不斷在這裏 加上一些Haters等等 在這裏做一些推波助瀾的事情 令到姜濤真的不移到自己 究竟是否有什麼問題 後來在訪問之中他都覺得 看得久手機都是要介 因為他可能真的對他有影響 不想再看到這些Haters的留言 想當日就是因為發生了這件事 令到所有姜濤非常之有戒心 他們知道原來這些網絡的攻擊 網絡的欺凌是不會停 和無日無日 當我們稍一放鬆的時候 他們就入侵攻擊姜濤 所以當姜濤翻唱哥哥這首追的時候 當時我們都特別留意 所有網絡上面所發生的言論 究竟那些Haters要怎樣去攻擊 怎樣出現 正當我們嚴密防守這個網絡上的 所有Haters的言論的時候 突然間出現 原來攻擊姜濤的 不是這些網絡Haters 原來是一個傳統傳媒 是這個東方新地 那時候他出了一個新聞 他居然說姜濤黑厚黑臉 2021年版的時候 今年2023年版 2021年版的時候 黑厚黑臉 說唱廣東歌老套 我們大家一中的姜濤 非常之嘩然 非常之嘩然就是 竟然今次發動攻勢的 不是一群Haters 原來是一個傳統傳媒的機構 我們非常之傷心 憤怒之餘 還想想怎樣去應對這個突如其來的攻擊呢 當大家在商討怎樣處理這件事的時候 在網上留言非常之多 大家在討論要怎樣去幫姜濤平反 在這個時候 姜濤就用自己私人的帳戶 用自己私人的帳戶 去回應這些抹黑報道 去回應用自己私人的帳戶說 我沒有敲黑臉去唱歌 亦都很尊重這麼多個前輩 不要再用這些報道去傷害他人 嘩 我們第一時間知道 姜濤用自己帳戶 去回應這件事 簡直是前所未有 你不要說姜濤 之前究竟有這麼多不實報道 娛樂圈這些明星 究竟有沒有親自報道 在我印象中甚少 當然你們可以提醒我 究竟有哪些勇敢的藝人 但這次的印象非常之深 大家覺得姜濤為了自己對音樂的尊嚴 為了對自己的創作 不單只是他自己 他要為他人挺身而出 去回應這些不實報道 然後他一是不回應 一回應之後 有非常之多的回應、討論 去支持姜濤這個舉動 但當然他公司到現在為止 都沒有任何回應 對這個報道 而東方身體也沒有任何道歉的回應 而姜濤也沒有追 這件事 但是他居然這一批報道 已經刪除了 改頭換面了另一個報道 但是他不敢把姜濤這些留言刪除 因為他不可以刪除了這個留言 因為會引起到大家一班姜濤更加憤怒 雖然他刪除了 雖然他改變了這篇報道 但是高登仔和一眾的姜濤 已經把這篇報道copy起來 漏底了 每經歷一段時間 我們都會說回這件事 因為這件事實在太過一個標桿 一個標桿是說現在的藝人 現在的藝人是需要自己挺身而出 去維護自己的權利 維護自己的專業 也不是靠自己的經理人公司 這是一個標桿 而又是由姜濤而起 接著就去到第三首歌 就是《風雨不改》 在Spotify上榜了265天 其中127天都是第一的 他就是電影剛剛有了第二個主題曲 至於這個《風雨不改》 就不用說了 肯定是很多人喜歡聽 每天都要聽的 就像高登仔一樣 基本上每天都會聽一聽《風雨不改》 特別近來每一天的流量 就達到44,857 厲害 現在的總點擊量 在Spotify上 就達到1,188.7266 OK? 準確一點嘛 連個位數字都報了給你聽 那麼 這個《風雨不改》 大家都知道 是剛剛有了第二個 金像獎裡面的候選歌曲之一 是今年的 直著 因為剛剛有了第二個這部片 就有4,200萬票房 很多人看 我相信作為姜棠 應該也不只看一次 雖然他的票房 就不像有些電影過益 但是老實說 以姜棠第一次主演男主角 和第一次唱這個電影主題 《風雨不改》來說 這個成績已經是相當之好 作為這個金像獎 候選名單 雖然今年就落敗了 落敗了給鄭秀文那首歌 但是其實基本上 我想大家姜棠就不至於太過失望 因為大家都覺得今年姜棠的情況 就是不拿好過老 因為拿了之後 不知道他以後的歌腦會受到影響 但是其實應該不會受的 不過我想也是那句 究竟拿不拿獎 和他之後的成績 基本上我可以大膽地說一句 並不掛勾 因為其實基本上 他拿不拿這個《風雨不改》 金像獎最佳的獎狀 都不會影響他的支持度 你看一下Spotify的成績就知道了 Spotify這個成績 基本上可以反映到 他每一天都差不多 有4萬4千多人去聽 基本上就是沒有影響 簡直是多了宣傳 多了什麼宣傳呢 始終都要說一句 因為他是金像獎候選名單 所以真的多了人去 因為這個候選的名單獎狀 雖然他未有得獎 多了人聽的 以及乃至於到 剛剛有了第二個 在今年初七 上了這個Disney Plus 去到今時今日 我們還記得4月30日 這個Disney Plus 都為了姜濤的生日 而進行了這個宣傳 在網上 就說慶祝姜濤生日 大家就去看這個 剛剛有了第二個串流片 去到這個Disney Plus 當然去到今時今日幾個月 有幾多人 是為了 阿媽有了第二個 或者是為了姜濤 而去裝這個Disney Plus 我們暫時又沒有數據 不過他遲早會出的 當時高中仔會看著 我們就不知道 但是很肯定 我們從這個網上 大家對於阿媽有了第二個 的喜愛 就算看完幾次 或者是戲院看完很多次 都依然是裝這個Disney Plus 去繼續去看阿媽有了第二個 例如高等仔 就是其中一個 基本上每一天 都要看一看阿媽有了第二個 才是覺得安心的 沒有的 如果我喜歡在電視的 就開著電視來看 雖然 我不是說每一個鏡頭都看 只是姜濤出現的鏡頭才看 但是我又不會飛的 我再次提醒大家 看看阿媽有了第二個 在Disney Plus裡面 千萬不要飛 千萬不要飛 有得繼續播 因為你一飛 那個系統就知道你飛影 即是飛這個影片 基本上 它就會對那個點擊率造成影響 所以你如果要播就有得去播 雖然如果你用手機播 可能阻礙你一些 即是用手機 打電話 或者是看資料 所以 通常我都是用電視機 有得去播 那我就做其他事情 沒什麼所謂 撐回一個流量 撐回一個流量 那麼 《風雨不改》這首歌 當然是牽涉到阿媽有了第二個 這個影片 對大家的喜愛 大家每次一看完阿媽有了第二個 這部電影在姜濤的角色 芳晴作為一個普通的外賣仔 接著就被無信軍這個前金牌經理人 就看中了 希望幫助他成為一個明星 或者一代的歌手 很多當中的情節 譬如他親生兒子的矛盾等等 婚姻等等 令到芳晴都不是一個順風順水的人 去做到最後最後的成果 最後最後想做的歌星或者明星 他都要經過一番努力 這個角色正正就是姜濤的縮影 即是姜濤本人的縮影 所以當他唱《風雨不改》的時候 是份愛有這種感情 還有份愛是令到別人覺得 他真的跟方程是一模一樣 他們基本上是沒有分別 都是要通過自己的努力 自己的一些不同的參與 才可以有繼續這樣的成就 這些就是我想大家作為姜濤 都應該要知道的事情 所以當大家知道這套戲 這麼喜歡這套戲的時候 基本上對於這個《風雨不改》 都很喜好 所以大家每一天 真是四萬四千人的人次去瀏覽 去聽這個《風雨不改》 真是不是開玩笑 所以大家都繼續努力 接著去到第四首D My Friend D My Friend 不用說了 在姜濤的這麼多作品之中 他就是排第一 還要說一下 其實《風雨不改》 在姜濤作品23首作品之中 排第四 而這個《追》 在這麼多首作品中排第九 沒有刺房的才是說到 說了 他是排第第十五 這個《追》就是第一 他就是以21809萬的點擊率 排於Spotify的《姜濤歌》裡的 checklist的第一 《追》上了綁639天 基本上他那個成績 現在就是總點擊量的冠軍 講到每一天就有三萬三千多人去聽 成績都是No.1 不用說了 D My Friend 作為一個偶像歌手 他有一個朋友 中鋒 看這個有一次打籃球的時候 就突然間不舒服 然後就終於心臟病發 然後就去世 對於姜濤的打擊 可想而知 姜濤的打擊 就不限於對於他自己的心靈創傷 以至對於他的演例事業都作出一定的影響 但是他雖然傷痛過後 但是他都寫了一篇文章給他的幕後團隊 接著這個幕後團隊就借著這件事去創作了這首D My Friend 找回姜濤做這個主唱 想當日他跟中鋒一起在這個波地那裡 大家講一下大家的未來 大家的夢想 中鋒只不過是想做一個很平凡的人 打籃球 跟自己的朋友成家立室 跟自己的朋友打籃球 自己又成家立室 一個平凡的人 但是姜濤 他就講他成為明星的心意 到之後去參加國內的選秀節目 加上這個香港的《全民造星I》 跟著在這個驚激滿途的路上 最終得到冠軍 他也有說 都是全靠這個中鋒一直對他背後的支持 他背後的支持可能是跟他聊聊天 或者是去一下這個球場那裡打籃球 這樣已經對姜濤有很大很大的幫助和鼓勵 正當他的事業開始有一個很好的成績的時候 中鋒就是這樣去世 對於姜濤的打擊是可想言之的 對於他來說 一個朋友對於他不離不棄 游色於微視到真的有一些成績 他就不在了 到今時今日姜濤成為香港的頂流 所有人都是無一不惜他 所有人都聽他的歌 所有人都支持他 當然有一些人是搞事的 這樣出來說一些負面說話 打擊姜濤的樣子 但這些只不過是少數 是吧 到今時今日他的成績 令到上當日看好他的中鋒 真是不會有任何的後悔 跟著他就作了這首歌 去想念和吊念他的朋友 直到今時今日 都有這麼多人去聽這首歌 因為這首歌正正帶來 雖然背後故事是相感 但是整首歌告訴我們 我們要怎樣去面對我們人生的困難 失去了自愛的朋友 親人什麼都好 對吧 這首歌成為鼓勵 甚至成為一些慈善機構 對於哀傷治療的一個很好的治療歌曲 所以正正就是這些歌的內容 領到這個Dear My Fan 就成為這個最受歡迎 最多人聽的歌曲 所以我們要繼續支持姜濤這些歌曲 在Spotify今次這個成績表 基本上是這四首歌 1、2、3、4是最高點擊率 第五首Anson Lo 所以基本上他就佔了八成最高點擊率的歌 但是其實有整九十七點幾%是為了姜濤這四首歌以來 所以基本上就沒得說了 希望繼續努力吧 姜濤 因為他的新歌 第十一首Domi 都還未出 我想出到時這個Spotify的點擊榜 基本上不用說 因為基本上應該都是Domi的世界 所以我們繼續留意吧 當然還是寄語一句 希望快點出歌吧 希望快點吧 讓我們看看 究竟Domi可以成為多少的 破了多少的奇蹟 今天姜濤的數據排名成績 2023年5月11日就是這樣 多謝大家收靜心 明天同一個時間 我們繼續姜濤的成績表 拜拜